行动就有机会 很多人都感叹 为何老是遇不到好机会呢 但是 机会真的可遇不可求吗 机会到底在哪里 对于失败者而言 机会就像空气 看不见也抓不到 但对成功者来说 机会好比随处可见的花草 看得到也摸得住 古代罗马诗人罗维迪斯说 机会无处不在 即使是你认为不可能的地方 这个世界充满许多机会 除了做好万全的准备 外 更要主动创造机会 一味地等待 只会与机会失之交臂 夕阳流行音乐天后 惠妮 休士顿 从小就积极练唱 17岁那年 有一次她正在准备当晚 与母亲同台演出时 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 母亲声音沙哑地说 我的嗓子坏了 不能再唱了 她注急地说 我不能一个人上台 你当然可以 因为你很棒 母亲这样告诉她 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 她第一次独自上台 并且一举成名 最后成了美国天后级的歌手 上天会给你很多 意想不到的机遇 但能不能改变人生 就看自己能否把握 上天对待每一个人 都是公平的 也都会给人转变命运的机会 那些机遇 也许是悄悄地来 甚至完全是个意外 而这时 能否成功 就在于 你捕捉机遇的能力 爱因斯坦说 没有侥幸这回事 最偶然的意外 似乎也都是出必然 机会就在行动里 只要行动 就有一半的机会成功 不行动 则永远与成功绝缘 资料来源 网络分享 若认同喜欢 请按赞留言与分享指教哦